這裡是德人樓? 這裡又是德人樓? 這裡也是德人樓? 究竟荃灣區有多少棟德人樓呢? 星道申訴王就跟大家去發掘一下 原來荃灣區裡面有十幾棟德人樓 分佈在荃灣市中心幾個不同區域 我們就實地挑戰,找他們出來 草公坊的德人樓 沙咀道的德人樓 荃灣街市附近的德人樓 路德維附近的德人樓 我們就來問問街坊 你知不知道德人樓在哪裡? 德人樓在這裡 好像是那邊的 這麼多名字都叫德人樓 是否德人樓比較甚麼? 不得你一點 我們還找到這位 住過在其中一棟德人樓的街坊 來分享一下 我之前是住了二、三十年 就是德人樓 街頭街尾都有一、兩間 總數不知道 我那個好像是德人樓 我對面是德人堂樓 為什麼都叫德人樓呢?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小時候填地址的時候 經常都有德人樓的德人樓 德人堂樓 到底為什麼有這麼多棟德人樓呢? 經過星島申訴王 名查暗訪客 終於找到其中一位 有份建德人樓的陳伯媳婦 來分享這段德人樓的典故 陳伯伯是五幾年來荃灣 開了一間藥行 然後他關了一個莊伯伯 陳伯伯是做藥的 但莊伯伯是做建築的 所以因為他有建築牌 陳伯伯有一間店鋪 他在荃灣便可以好好合作 陳太所說的合作 原來就是一起開公司 一起建樓 他倆一個用人字 一個用德字 開了一間叫德人置業有限公司 這樣一直建樓 不過陳太就說 陳伯伯是一個很信神明的人 每買一塊地建樓之前 都會問一下他相熟的祖師爺意見 當年祖師爺就說 荃灣很多塊地都很好 結果就起到整個荃灣 都是德人樓 你在千式會對面看 一間叫德人大發店 是以前做客家菜的 都是他們倆開的店 德人發店那裡應該在第五期 他在我老頭上有十八期 我記得但我也是找到十五期 我都找不到其他的店 到處都入了荃灣 當我記得第五期那時 那時是沒有屋的 是一帶吉地 我記得那時 他好像說是99元買的 現在很值錢 開到德人飯店 開始就已經不起樓 一年多 都差不多了 已經全部賣出去了 對於區內有這麼多棟德人樓 我們就找來在荃灣長大 兼現任當區區議員 朱德榮問一下 這麼多棟德人樓 街坊會不會分不到 哪棟打哪棟的 我覺得不會是很困難 只要你說得出門牌號碼 政府需要我們在門口 一定要在左邊或右邊 要有門牌號碼 原因就是讓市民更容易識別 所以我覺得 有需要加快腳步 去做好這個重建計劃 讓荃灣的德人樓 將來可以變成其他 一些新的樓宇 不用經常面對漏水 管理上的問題 也可以解決到 缺乏地的問題 星島新數王 最後成功找到 十九個德人樓的門口 如果你們都有 十八區的小故事想分享 快點報料或留言給我們 你新數 我跟進 找9199 9933 星島新數王 隨時後命